很多人都會擔心 找了一間設計公司畫立體圖出來 立體圖很漂亮 但做出來的現實與立體圖相差很遠 始終畫圖不難 但要做出來和立體圖有95%以上相似的話 這就不只是考設計師的功力了 還要施工團隊夠實力和細心 這樣才可以執行到一個好的設計 這間設計公司就做到了 這間有很多細節位都做得很到位 大家看看這幅圖 為何沒有手抽位 為了令暗門比較自然 設計師就加了一些門線 眨眼看下去會覺得畫得這麼小 好不好用 其實這裡的門線 只是幾可亂真的裝飾線 這裡其實是同一個櫃的空間 下櫃凸出來的地方 其實也遮蓋了手抽位 就因為這些細節做得好 才可以做到和設計圖一模一樣 同時也方便使用 這個地方好像一個鏡箱 其實裡面是可以擺東西的 但是四邊都看不到門邊 為何可以做到和設計圖一模一樣 一會兒在我們的現場介紹 廁所的三角形磚 一看 哇 鬼苦神功 其實這些不是真是三角形磚 來的 但為何可以做到和設計圖一模一樣 還天衣無縫呢 聽完介紹保證你會寫個伏紙 事不宜遲 讓我和師妹帶大家看看現場單位 今天我會和師妹帶大家看六個好看又好用的設計 和設計師如何在過程中 運用他的細心和工藝 解決設計上會遇到的問題 陸主想把所有的圖片放在廳裡做展示 但有些圖片這麼厚 那些櫃就要做到很厚 那又不會 相反設計師還利用了些圖片 有厚有薄 造成厚薄不一的Display櫃 令到牆身更加立體感 不用浪費位之餘 還可以遮蓋這些手抽位 想裝掉櫃不是靠四顆螺絲的 設計師很巧妙地把櫃門邊標了斜角 關了門便看不到櫃門邊 那就配合得天衣無縫了 包袋又漂亮又省位 但坐得多一個人 這張包袋設計到可以拉出來 足足可以延長大半米 兩家人圍著吃飯都不覺得壁 這條走廊可以連去三個地方 那是不是三個地方 都要做一個走廊燈的開關呢 不用 一個感應器就夠了 實際上好像很少有三個人專賣 其實是設計師將正方形轉斜邊 可以省在上掃口粉 出來的效果就可以做到這麼完美 掛畫 天花燈 有了設計圖再選擇的話 就很難選擇又配合設計 又適合自己心髓的本色 所以早點選擇 然後讓設計師將自己的選擇納入設計 那就沒得拖了 看得又用得才是好設計 下次再見 拜拜